遠期高是一個正常的東西 例如contangle 因為運輸有成本 所以遠期是一定比現貨高 但是現在出現backwardation 遠期是低價比現貨 某程度上也代表 這些數字可以反映到市場 大家對供應的緊張程度有多誇張 就反映在backwardation的價格 可以這樣說 其實重要的是投資者怎麼想 因為來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看著上面100元 如果越接近100元 自己的止蝕容易擺放 我自己建議 你第一回合來到95之前 就應該要休息 下回去90元或者穿一穿99元那些位置再買 因為不會一條氣上去的 只是一月份升了十幾元 你下回到13、14元左右 然後彈上去20多元 就已經到100元了 現在大到大 每間都100多200元 如果你說烏克蘭和羅羅斯有事的話 就大部分估計到200或者是流上的 但第一個層次就應該先看看100元 100元 但你去到100元 最重要是他肯衝穿 衝穿如果那個地緣政治緊張的 你都會閉上去買 那時俄羅斯也入侵過烏克蘭的 是呀 2014年那時 沒有東西的 克里米亞 上升到107元 是呀 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你會發覺 你美國的聲音就大 賣到去真的打的時候就走了 那些盟友只是告訴你 我會支持你 但是不會幫你 那你說呢 譬如上去高位 如果紐約旗游計 我記得你說大概93左右 這些位是很重要的 對 903樓上你都建議可以起手沽的 沽下去的空間有多少 89個半到90元 OK 來到這些位呢 你就要買回來 然後就等它 再抽穿93元你就買了 那這一刻上去呢 就有機會射到100元 喂